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播骂大S事件 众所周知 汪小飞在7日晚开直播 骂大S不让她看孩子 还透露大S18年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情 这件事发酵半天后 汪小飞的母亲张兰终于站了出来 他表示 作为一个企业家和作为一个奶奶来说 认为暗语伦理高于一切 称收到了大S的律师函 但并不代表法院 律师函 只代表律师服务的当事人情绪的宣泄 同时按指大S的律师 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律师 前两天 张兰获得了某平台的奖项 今天正好要去领奖 为了回应儿子的热搜问题 张兰称自己推掉了红毯 紧接着 她直接在赶往颁奖典礼的路上开启了直播 继续回复网友们的提问 有网友称 想要听她孙子孙女的语音 张兰进行了委婉的拒绝 她表示 之前收到两个孩子给她的生日祝福 那是阿姨指导两个孩子做的 最后却把这份功劳安在了大S头上 而她分享之后 大S就给她发了律师函 张兰也表示尊重 所以今后都不发了 她还表示 汪小菲的性格 和我有些像 都是石成心 石成心的人才能干实业 你比如说我生日的时候 孩子们在阿姨的教导下 给我发了个那个生日快乐 所以呢 就是所有的粉丝们都说 你看 你看她妈妈教育的多好 妈妈让给你发 我说 我说 对对对对